有请委员长 请委员长就被讯台 委员好 委员长辛苦了 今天我看到你一个早上的回答 有一个数据上的盲点 我想请委员长要跟中央疫情防治指挥中心做一个确认 是 所有的委员都在关心侨民侨申 对于口罩的需求 那么4月9号 本席在这边就提出咨询 希望能够尽快做到 虽然你们到20几号以后 才把第一批送出去 可是委员长刚才一直回答让我很困惑 说现在国内的口罩生产产能不足 但是实际上 防疫指挥中心对国人对海外 都是产能已经没有问题 海外1600多万片的原证 目前还持续进行 这些都有官网数据 所以这一点请委员长简短回答 到底国内的产能够还是不够 好 跟委员报告 我想国内的产能供需的情况 到底具体情况如何 我想应该是由指挥官他们那边来说 比较权威 我想我们乔委会大概都是 开会的时候听到的一些数据 我们的感受到就是说 的确我们的这个指挥中心那边 对于我们口罩供需这个问题 他们还是很审慎的在调度 好 我想在这里面对所有的国人 包含海外乔社 乔委会在这里的咨询 海外很多乔包都在网络直播上看 那么请你回去跟指挥中心确认 给国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到底现在国内产能够还是不够 否则乔民心里会做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希望尽快给本席一个资料 目前已经运送出去 大概你们刚才都有回答 未来预计什么时间运到哪些国家 你总有一个计划 希望在网站上公告 也希望给本席办公室一个明确的资料 我好跟乔社很多询问我的 我要给他回应 请这点什么时间能够做到 这个我们答应什么时候 我想我们回去之后 我们把资料整理之后 我们尽快的来提供委员办公室 好也要网站上公告好不好 那么另外有一点我想肯定 乔委会本席也是在4月9号提出来 在4月20号也提出来 希望乔委会能够整合外交部跟卫福部 将远距的公卫咨询整聊上能够给乔社一个 那么你们做的一些 目前你们的网站公告7个影片是有关疫情的有关公卫的 这一点本席于肯定 但是我请各位工作同仁往下追 你现在这7个影片最高点阅率只有1000多个 最低的只有500多人次 200多万乔包乔生这么低的点阅率 是你们做的影片不够好 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想我们做事情追求的是效率 跟乔民实际的需要 这一点请回去再检讨 我接着再说 有关远距医疗或者公卫咨询 有关这个疫情方面 你们看看政府听到了乔民的心声没有 18号巴拉圭的乔社 给你们驻外外馆写了一封陈情信 希望做到 本席在20号也提出来 希望跟外交部、卫福部整合 我们对帛琉都可以做得到 远距的医疗的一个咨询 为什么乔民的需要你们看不到 这一点是不是可以尽快回答我 什么时间可以上线 好 这个协业委员的垂询 我想这个有关这一个 海外乔民的远距的这样的看诊 或线上的咨询 我们在上个礼拜就正式行文给指挥中心、卫福部 因为委员也知道我们乔委会不是专业 我们也不是专家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信息提供给卫福部来做一个未来市政的参考 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继续追踪这个事情的发展 我想请乔委会给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海外很多乔社 透过各种管道跟本席这边联系一直在追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有这个咨询和疑惑 可以获得国内的一些意见咨询 他们非常着急 有些国家的侨民这方面的讯息是非常短缺的 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明确一点的时间 跟委员报告 我们同仁刚刚告诉我就是卫福部今天早上九点半 已经针对这个问题他们在开跨部会的会议了 那等一下我们有得到最新的一个情况 我们请同仁买跟委员办公室报告 好 请尽快跟本席办公室联系 也在网站上公告 乔委会不需要对我负太多责任 这是我监督你们 你要对乔民负最大的责任 最后我再问一个 现在乔民的心声 你看有关疫情 台湾海外针对这个疫情自救会 还有好几个网站 我想问一下 委员长看过这些网站内容没有 有的我看了 有的我大概可能没有接触到 因为海外的网站实在太多了 实在太多了 这个我了解 在座的乔委会官员 有没有看过这些 我目前打出来这三个网站 有看过的举个手好吗 我想这个台湾海外COVID-19自救会 我们乔委会有同仁在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我想提醒的是 光是这个COVID-19 这个就有七万多人在里面 七万多个侨民代表的是 七万多个家庭 所以请重视侨民的心声 做接地气的事情 直接从这里 找到很多侨民的需求 这样子做 侨民才会有感觉 对政府的防疫 才不会有另外的看法 请委员长这方面 好好努力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的指教 谢谢